这最近我一玩小乔 对面就指定会拿一个蓝灵王 他打得我每一把都烦得要死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 我就教大家 怎么用小乔来打蓝灵王 在打蓝灵王的时候 你一定要懂得利用队友头上的印记 来判断他的位置 这里中路的兵线过来 我们先优先抢线 因为蓝灵王的位置还没有路 我们扔完一技能之后就往回走 和队友保持距离 这里注意看 大乔和亚瑟头上的印记都亮了 而我头上的没有亮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判断 蓝灵王是在右侧区域的 然后这里猴子铲血跳出来 那蓝灵王现在会盯着谁打 一定是猴子 所以我们二技能往猴子身上放 把蓝灵王给吹起来 但是这一波有刘邦救了他 不过我们不用慌 这里蓝灵王是往下走了 那中路的团战我们就不要拒绝了 直接绕过来 这里我们要注意 如果下路他没有路视野 中路也没有路 那就说明他是绕过来了 那我们会和他贴脸的 如果我们头上的标亮了 那就闪现躲一个身位之后 然后再回去给他秒掉 这一波也是一样 我们要等着队友 把安全的视野做出来 这里你们看 我头上的标亮了 然后大乔还有猴子 头上的标都没有亮 那就说明蓝灵王 是在我们下方的 但是他走过来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我们在原地等一下 预判他贴我们脸的时间 然后二技能把他吹起来 这个队友直接秒掉 中路这一波也是一样 和队友保持距离 他们打 我们在后面接就行了 这里我扔完一技能之后 我头上的标就亮了 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判断 蓝灵王在左边还是右边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先开大去左边看一下 这里我开大去左边 头上的标不亮了 那就说明蓝灵王在这一个区域 然后这一块区域里面就只剩大桥了 所以他一定会上来打大桥的 我们就直接开大 二技能往大桥脚下去吹 抬走蓝灵王 但是大桥还是给一枪打掉了 不过我们抬走了凡人的蓝灵王 我们也是赚的 在没有队友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蓝灵王的位置呢 这一波我们看地图 蓝灵王设在上路带线 然后我们现在在中路清兵 清兵的时候盯着小地图看 他在往中走 那就说明他过来抓我们了 这一波我的想法是 他应该会抄最近的一条路 直接从这里过来抓我 但是这小子可能被我盯上了几波 没秒掉我 耍了一波小聪明 居然直接绕后了 但还好我们出了十只预言 硬扛他的伤害把他给秒掉了 所以说有蓝灵王的局 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出一个十只预言 最后这一波才是真的局 我把兵线清掉之后 准备去下路支援队友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了 蓝灵王的事也没有路 我们走到这的时候 我头上的标亮了 这里注意看 铝布头上的标没有亮 然后我们刚刚从河道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头上的标也没有亮 那现在就说明他在哪里 只有一种可能性 他一定是从蓝buff这边过来的 但是前面说了 从亮标到贴脸放技能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我们预判一下 他过来的时间 直接吹到无视野秒杀 我再说明一次 我没有开 by bwd6